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出道20年了 她本来是想在今年 举办2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 没有想到受到疫情的影响 台北小巨蛋风管 孙燕姿只好在网路上举办演唱会 因为这个演唱没有事先预告 让歌迷又惊又喜 孙燕姿一开口就是经典歌曲逆光 就是孙燕姿出道20周年的惊喜演唱会 孙燕姿穿着不速无预警直播 真的让歌迷又惊又喜 20年我觉得也是一种 那种飞过闪过 时间飞时光飞时 然后前10年就是忙到 然后后面10年就是那种 就在变得非常任性地 在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孙燕姿笑说 时间真的咻一下就飞得过去 想想20年前孙燕姿刚出道 就靠着这首歌一炮而红 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 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 当年的孙燕姿歌声清亮 让台湾的观众一瞬间 就记住这位新加坡女孩 去年孙燕姿还站上了台北小巨蛋 担任金曲奖的演唱嘉宾 抬起欲罢狂奔的气泡线 失去想念 天际着总结 心跳正在固定天上飞 I would say 虽然这一开口就唱到欲罢不能 本来希望在今年举办20周年的演唱会 没想到受到疫情影响 最后只能在工作室让歌迷回味 当前 elastic动人在台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